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理官 想到健康 有的時候 我們常常覺得 真的病急亂投醫 那台灣因為健保好棒棒 看醫生 看門診 看急診 好方便 所以呢 各式各樣的急診 亂象 有的時候 還真的是很難處理 那偏偏急診 有的時候 要面對的是突發的意外 跟生死一瞬間的人命關卡問題 但有的時候 也會遇到很瞎的病人 這個急診室的春天 有哪一些人生故事 我們待會兒 要分享給觀眾朋友 好 今天陪我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劉博恩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婦產科的醫生好朋友 陳寶仁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肝膽腸胃的專科醫生好朋友 錢正宏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急診室的醫生好朋友 徐克強醫生 徐克強醫生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藝人好朋友 亞蘭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佳玉花花店 你好 歡迎光臨 好 先問一下寶仁醫生 這個很多人把急診當門診用 那有的時候不舒服 臨時心血來潮 要看醫生就去掛個急診 對 以前我們講 視病如青 現在病人也對我們很好 把我們全家就是我家 醫院也是我家 所以家裡有任何狀況 我優先找醫療系統 那我今天分享兩個有趣的個案 你知道現在群組 有靠杯什麼什麼的群組 我們醫生不要認為只有病人會靠杯醫生 醫生也會靠杯病人 所以我們有內部的小清楚 我記得上次分享一個 這個很有趣 這真實的 就是有一個大學生宅在家裡 宅在家裡久了沒事幹 於是就常常會DIY 類似自己DIY很愉悅 結果那天發生什麼事呢 就救護車 急救車送來 通報單上面寫說 大學生在家裡DIY過於多次 於是頭暈眼花 然後叫救護車送他來急診 真的送來了 那我們其實比較關心了 其實有人是關心他做幾次 然後第一個手有沒有破皮 或手扒肌有沒有破皮 但是我們其實比較關心 去到那邊醫生要怎麼跟他建議呢 所以我後來有私下問人一下 當然不是原主 當然個人都有一些答案 答案就有人說 以後手扒肌之久也要換別種肌 這就第一個 第二個比較標準建議說 其實當然先看看有沒有其他的身體不適 有時候不是我們雖然開玩笑開玩笑 說不定這個人有心臟病 萬一心臟病真的暈眩了 心肌梗塞了 那我們還是要排除掉 這就是急診科尷尬的地方 因為大家以為小病 結果到那邊後來變大病 排除掉沒什麼事 結果我們後來還是標準的建議 身為醫師 我們還是要告訴他 請多做一些戶外有益身心的活動 請適量 所以他其實到那邊躺一下就好了 真的假的 當然就好啦 這個是打打點滴補充一下體力就OK 據說連點滴都沒打 讓他躺一下下就好了 這莫名其妙還要叫救護車 沒有我覺得那種大學宅男很難講 他可能覺得自己快精進人亡了 所以就很... 可能是由自趣成語衍生來的 但是要大家相信精進不會人亡好不好 那第二個比較有趣的是講男生 我要講一下女生 其實因為大家真的把門急診看得太方便了 因為我們以前在中型醫院 我們要負責看急診 那婦產科急診 通常急診科有一些簡單的痛的 他們會先處理 可是只要跟女生腰部以下有關 通常會照顧婦產科 我記得那天是半夜兩點 其實都已經睡了 然後被叫起來 那個陳醫師 這邊有個急診 他那個外陰癢很嚴重 想要掛急診 可以讓他掛後來看嗎 你知道嗎 半夜兩點沒叫起來 心情當然不太好 可是你知道我們身為一個 有同理心的婦產科醫師 我想半夜後來掛急診 因為癢 應該是非常癢才會來 於是我同理心發作 我說好好好 讓他掛一下 那我們就看看到底怎麼樣 搞不好是外陰 搞不好以前 我們腦袋 我們接到一個急診 腦袋會先跳一個 什麼情景有可能 我第一個想法是 會不會外陰有溃疡啊 什麼很嚴重 才會忍到現在受不了 要不然誰為了外陰癢來呢 結果一來呢 30歲上下 看起來健健康康啊 人也好好 也不會有什麼 搔癢難耐或精神 有些癢到 其實那個神經 都看起來就 不太正常的感覺 就很正常啊 還會笑笑的 我就跟他說 嗯外陰癢 很嚴重 他說還好 我說還好 為什麼要掛急診 而且急診的幹嘛 抠你呢 對啊 沒有急診他們 因為我們醫院有婦產科 這就是這樣子 如果那個醫院沒有婦產科 大概急診科就自己處理掉 可是因為有婦產科 他們一定會優先 就只要女生就會叫婦產科 所以他應該是想看你 有可能 他不是看病 那時候我們並沒有看牌 不是 不知道是誰 誰看急診 他就來 然後我就說 那很癢 他說還好 我說那還好 為什麼要半夜兩點掛呢 他說不好意思 因為他前幾天癢 有去看過門診 可是因為他大夜班 他下班12點 所以兩點才有空 所以他來掛個急診 對 真的把半夜的急診當門診用 他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我有點不好意思 成本一點點 他就是覺得 我下班現在才有空 所以你看 所以就是知道 你看我那時候都在想說 我們婦產科被叫 其實因為我們白天還有 我們其他科的急診 其實比較麻煩 是因為我們通常白天 還有其他業務 所以晚上看我們被叫起來 我們隔天還是要繼續工作 對 就是很快的就安慰他 然後我就把藥開給他 他說下次不要再掛急診 我一次把你的藥開到七 因為以前去診所有時候只開三天 有些治療是要七到十天 所以他有時候再複診 真的 問一下劉醫師 很多糖尿病患是真的會覺得 他有傷口的時候會惡化 不過有的時候小題大作 真的也挺頭大的 不是應該剛才像寶人兄 跟我們其實講這個案例 就說好像一個小病 我們認為是不怎麼樣 病人覺得很恐怖的事情 可是真的有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這個狀況很嚴重 可是病人不覺得是很嚴重的狀況 你知道我們碰到 我們最怕這種case 不過影響很深刻就是那個 那個有一個糖尿病人 病人來找我們 他事實上掛急診的時候 是這樣子 因為他兩年兩天前去拔牙 那拔牙來講 你就拔舊子 就常碰到 腫起來是我們常碰到的事情 問題是 這個寶寶他拔完牙之後 慢慢的口齒不清 那口齒不清來講的話 掛急診的時候他講話 譬如我們講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是掛這樣 這樣講這種話 那內行人一聽就怪怪的 那後來那急診醫師看不對 然後就彙整我們 我們一看其實他那個舌頭 整個是腫起來的 你知道舌頭我們腫起來 是往後面喉嚨塞進去的時候 你呼吸會有點問題 我們最怕一個叫做 身頸部感染 這個叫身頸部感染 其實我們看太多了 一夕之間馬上的風雲變色 就沒辦法呼吸 我們整個看他那個 斷了斷層 那個膿是從那個尺根 後面那個舌根頂上去 舌都頂上去 那個我們叫做 Louise and Jenna 那個其實我們內行人一聽到 是很風險大的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可能要 除了打抗症素子以外 可能要趕快做氣切 你知道很多人要聽到 氣切什麼意思 我說這邊掛一個口水 好像刮開 他說我只是這邊腫起來 外面是醫生說 只要打消炎症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講說 好吧你要打現在 我們已經告知你了 OK 那我們就因為又沒有床 這個急診室流關 然後其實我們流關 就給他打抗症素 結果到第七第八個小時 我們又突然緊急被摳 這阿伯臉黑了 臉黑了 臉黑了 黑到什麼程度就是 他們整個在用那個 就是我們打那個 就是癢 不能幾乎打不進去 趕快把我們找下去 找麻醉科醫師 一起趕快緊急打 做氣切 然後我們冒生 因為那個整個脖子 腫起來 你知道從那個氣管 很難找的 那個有時候打血 因為是假狀性 又出血 好不能打到氣切 我們把他打 凍打進去一擠 阿伯一擠就吸貨來了 就好像好一點 然後我們開始擠 然後後來開始逢傷口 大家都冒冒陰生 出去之後 那個家族有 就是想說 怎麼這麼嚴重 你不早點講 我們看他看半天 我們不是告訴你說 可能要做氣切 他說可是你要告訴我們 一定會要做氣切 一定會這麼嚴重 我說這叫預估 我們怎麼算 一定會做氣切 所以有的時候 我常常講說 我們醫生看多了 我們覺得這個case 是非常嚴重的案例 然後可是我們告訴家族 可能家族不覺得這麼嚴重 然後發生嚴重的時候 又怪我們說奇怪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們這麼嚴重 那我們算有告訴你 真的這麼嚴重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很特殊案例 我們當然我們幾年已經要高 那我還碰一個女生這樣 他來就是說 一掛急診 所以口腔出血 出血的時候 我們去看的時候 他以為是自裂傷 但是女生我們很妙 就是說我看他 我覺得他這邊有點歐青 然後我看他陪他來 這個男生不是很散淚的感覺 然後我就看他 還有其他不舒服 他說耳朵也不舒服 我們也去看一下 耳膜破裂 耳膜穿孔 很明顯這些是暴力的 被打 外傷 然後那個他的口腔 也是被打裂傷 然後裂傷 然後後來我就跟 那個接種室的一個 那個主帝師我通報說 這可能是一個家庭暴力 你要問一下 然後後來呢 他們就通知那個女方的家屬過來 才發現原來家屬不知道 就是說他知道這個男生 男朋友是習慣暴力的 就那天就把他打了 打成這樣子 他講說在家裡就摔倒 就裂傷 後來後來在那個急診室 那家屬就跟那個男朋友 就是起衝突 然後又找這個警察過來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 在守急診醫師壓力很大 你說小病啊 我們要去看他 不看也不好意思 那重病 我跟你講嚴重 你又不相信 那還有防危杜鑑 你有家庭暴力 幫你看一下 所以其實守急診 真的這種節目都會有 什麼都千方百姿都有 很奇怪案例都有 真的 那接下來我們花姐 就要來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花姐今天要分享的是 夏天給大家消消火的健康 對 你看今天講得到這麼辛苦 等一下吃我這個就消消火了 所以我今天也不開火了 就是家庭裡面 我們很簡單的 剛剛我們現在談急診 一般急診完回家 醫生都是說 要吃容易消化的啦 清淡一點的啦 所以我今天煮的是豆漿麵 嗯 豆漿涼麵 鹹的 今天用無糖豆漿要來做涼麵 這是我昨天在家裡自己打的 打了以後放在冰箱 這樣子擺來的 那另外一個呢 吃這個豆漿麵 稍微單調了一點 我現在就做一個即時的泡菜 而且要用牛番茄做泡菜 這個是現在韓國非常夯的一個泡菜 爸爸就抱著小孩在前面吧 他鼻塞 那我們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他就鼻塞 不能呼吸啊 洗完鼻子開臉要回去 隔天就收到投訴單了 醫生看病態度惡劣 總是講說 好啦 晚上看急診 沒什麼好臉事 請各位醫師晚上看急診 一定要戴口罩 幾歲 這個是現在韓國非常夯的一個泡菜 因為韓國人吃那個發酵的泡菜 各式各樣的 他也覺得說 哎呀 有一點花樣比較好 所以今天做這個是牛番茄 好 然後韭菜 這個韭菜就是小韭菜 對 因為有的韭菜太粗 對 我們吃生的時候會割到嘴 然後那個口感也不會那麼的好 然後放洋蔥 蔥薑蒜 反正這是泡菜系列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做一個動作是 這個番茄啊 我們這個是蠻多的牛番茄 這是三個大番茄 大的番茄把它切片 對 三個大的 那你選這個番茄的時候 就不要選太軟的 你太軟的切的時候 這個裡面的汁都流出去了 你就吃不到那個鮮的口感 就不要太熟的 對 那這個呢 我們先用一點點的鹽 一點點的鹽 對 先給它先 花姐聽說這個立刻拌立刻入味 立刻吃 我們現在馬上就吃 好 所以少量的鹽 我們家有菜園種這個 這個很好種 為什麼到台灣來了 牛番茄會這麼貴 我不知道 沒有 今年的蔬果都平價 都平價耶 可是這個每天都可以 我小時候吃的膩死了 每天那個菜園就拿了 每天就 它很好養 這個真的 這個很好養 真的 我跟你講 好 那這個就這麼很簡單的 醃製一下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洋蔥放進去 洋蔥切絲 洋蔥切 因為這個洋蔥 我們就切比較薄一點比較好 對 因為它要入味 因為太生的話 有一點香辣的感覺 小韭菜也太生的 生的 因為韓國也有韭菜泡菜 對 也有韭菜泡菜 好 那如果嫌它生 汆燙它呢 不汆燙 不汆燙 對 就吃生的 就是生的 所以這一道呢 必定要加這個魚露 這個是韓國魚露 韓國魚露跟泰國魚露有什麼差別 不一樣 韓國魚露 你可以聞一下 沒有那麼像泰國的魚露 那麼的腥 那麼的臭 你不會 來 我吃吃 一點點會鹹 魚露很有趣 就是聞的時候覺得很臭 可是你放在裡面就很鮮 其實在韓國炒飯 或者是煮泡麵 你加一點沒有魚露的味道 反而它有海味 對 它是韓國魚露 它沒有泰國的魚露那麼海味 那麼新 那麼新 對 可是它也是鹹的 對 它是鹹 魚露一定要鹹 對 那如果沒有魚露咧 沒有魚露 我們 味道會走掉 就沒有 提不出這個鮮味出來 如果是沒有韓國魚露 你有泰國的魚露 你加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跟這個量就不要 好 我們這個充斷下去大量的蒜 蒜 就是會增強我們的免疫力 對 我覺得韓國人的蒜泥吃好多 對 薑泥也吃很多 薑泥就是它的三分之一就好了 薑泥不要太多 就薑泥是蒜泥的三分之一 對 三分之一 韓國的泡菜 永遠記得這個訣竅就好了 你放了蒜泥的三分之一的量是薑泥 不能超過一半 超過一半的話它就嗆辣 薑的那個味道 味道會蓋掉 對 然後我們這個一般來講 因為魚露 所以我就把辣椒粉就直接放上去 好 辣椒粉自己可以蒸走 自己可以蒸走 我就沒有放太多 然後再次魚露 魚露 然後這裡面等一下 我先給它拌一下了以後 我們再加一些糖 因為怎麼樣 番茄會酸 對 而且我覺得韓國有一些泡菜 跟有一些烹調 那個辣度是用糖來平衡的 對 然後用糖來提鮮的 好 來 糖大概要加多少 來二廚幫你加 你覺得想吃甜一點就多一點 我不知道要加多少 不想吃甜一點 我們來這樣 大概要幾瓢 三條好了 三條 兩瓢不夠 好 看食材 還有我覺得大家可以多量加之後 是自己蒸走 然後味道如果不夠的時候再調一點 對 如果是說你家裡有小朋友 這個就不加辣椒粉沒有關係 其實韓國的小朋友 加這麼一點點的辣椒粉 國小他都可以接受的 他們從小就訓練他吃泡菜 好 這個這樣子以後呢 其實這樣子他的調味料都沾了 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那個番茄厚 所以我剛剛撒了一點點的鹽 好 這個時候 最後加芝麻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特別的加一點點的麻油 那有的人說 怕那個魚露的味道 那我們就用麻油去給他 沖淡這個魚露的味道 我覺得很妙 就香味就跟剛才的味道又不一樣 難怪那種韓國餐廳 會有一大堆那種拌過的小菜給你吃 對 因為拌起來其實很快 對 好 這個這樣OK 小的要來偷吃試吃 那花姐聽說還要分享 這個豆漿涼麵 豆漿涼麵 是夏天很適合分享給大家的 其實我們在韓國喝豆漿 都是喝鹹的 那到這裡來了以後 到處都是燒餅油條豆漿店 在韓國是燒餅油條雕條店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只有一兩家燒餅油條店 生意好到爆 這好好吃喔 從法國去吃 口味不錯吧 非常好 就是夏天很清爽 配個麵 這樣子以後呢 我這邊是這個麵呢 是現在有出來五谷雜糧 他做的麵條 對 那像我有糖尿嘛 所以我就吃這種麵條 我的肌胎比較低 對 跟麵粉不一樣 或者有些日本人吃那種 蕎麥麵 蕎麥麵也可以 對 然後呢 我這個是豆漿 是我自己打的 在家裡 昨天打了以後 所以這個是無糖的豆漿 等它冷了以後 無糖的豆漿 那我加一 我打的時候 煮好了以後 熱的時候 我有加鹽巴 這樣它才能溶解 對 那因為我 這個豆漿的麵呢 因為有湯有麵 所以你的鹹度 會要增加一點點 對 因為我打的時候 沒有加那麼多的 我今天是因為示範 給大家看 所以我再加一點點的鹽 現在是加鹽啊 對 也是鹽 因為你要做麵 對 因為我昨天 昨天熱的時候 我有加鹽巴了 它才能溶 那如果是說 你的那個鹽巴 不容易溶 冰的 它鹽巴不容易溶 你燒一點點的熱水 你覺得多少的鹽巴放進去 融一下 把它融一下 擺涼 放進去就OK了 這樣子 就是 所以這個跟 有一些人火鍋 吃那個豆漿鍋 是同一個邏輯 對 對 好妙喔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它這個會沉澱下去 什麼沒關係 我們就這樣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煮好的麵 好 我們煮好的涼麵 加一點這個豆漿 但是這個豆漿 可以微調鹽巴 微調鹹度 對 微調鹹度 鹹度看你自己 非常的涼快 韓國人的涼麵 其實是會加冰塊的 因為加一點黃瓜的話 豆漿的味道 就有一點很清爽的香氣 好 所以黃瓜是很好的配菜 對 然後番茄也 因為我們反正買了番茄 那我們就另外一個番茄 都會加黃瓜 對 對 因為它很清爽 清爽 這樣子以後呢 因為這個是冰塊 對 它不會溶掉 對 它可以擺八個小時 好 所以我們再加一點冰塊 對 而且那個冰塊其實 也會稀釋湯汁 對 所以可以著亮加 所以這個是有魚露 有鹹味的 那這個就淡淡的 這種的感覺 口感 你今天分享了很簡單的做法 非常簡單 我覺得明天會很多觀眾朋友 婆媽夏天熱的要死 不想開火的 又不想開火 進廚房 廚房要不要冷氣 而且這陣子熱到一個誇張 對啊 都懶得要死 什麼都不想動 對 我就現在的機器都很方便 有豆漿機對不對 你就這樣煮了豆漿 熱了以後 你就加點鹽巴 或一或 涼了你就擺冰箱 重點這不用在廚房做 對 可以在餐廳做冷氣房裡面 對啊 這樣子我們就OK了 不會流汗 我們來試吃喔 瓜姐的做法 其實我們從來講這個豆漿 就是說我們有 台灣有鹹豆漿 但是你就是把這個東西 又加冰塊 又加那個冷麵 然後又他這種 涼拌這個東西下去 其實這種鹹蛋交錯的味道 在夏天來講 我覺得婆媽不會很複雜 對 我覺得明天可能很多 要趕快模仿花姐 因為我們講說其實 做菜煮麵都非常辛苦 我們現在聽著熱 在這個太陽底下 有時候在廚房如果熱 你看我們在外面吃這個小吃麵攤 我們上次看到一個案例是這樣子 這個小吃麵攤 老闆娘 大家裡面在吹冷氣等著麵條 老闆娘 然後在外面煮麵 對不對你看一個中午 從11點 11點鐘煮到兩點鐘 揮汗爐 忘了吃麵 喝水啊 結果老闆娘煮菜煮到一半 就是什麼 倒下去了 倒下去之後呢 老闆很緊張 一堆客人出來一直幫忙 後來趕快叫119送到醫院去中暑 煮麵煮到中暑 這個有時候在外面 我們看一些廚師在外面 在一般小攤的時候 這種天氣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在幫你客戶在料理的時候 你要多喝水 這很重要 不過我們看來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講急診案例就是說 真的遇到一些很誇張的事情 這個是我一個學長 那個時候我還在 剛畢業沒多久 我在小兒科 在當第一年的住院醫師 在run的時候 然後那天晚上 就是兩點鐘 那個是秋冬的晚上 其實一晚上小兒科 手急診很辛苦 一晚上二二三十個急診 是常碰到的事情 結果後來那兩點鐘 我們其實躺下去 沒睡多久了 又被摳起來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想說 劉醫師我們去看這個case 下去坐在那邊 然後媽媽就爸爸 抱著小孩在前面 什麼問題要看 他說他鼻塞 那我們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他的鼻塞不能呼吸啊 然後我們看到一點鼻涕這樣子 然後呢 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他說沒有 然後醫生 他就鼻塞不能呼吸 跟你講不能呼吸 不能睡覺 我們在旁邊看他鼻涕 還吹泡泡吹泡泡 看得很心疼 然後我們那個總醫師講說 好我們幫他就拿著鼻涕吸一下 吸完就這樣就可以了 他說就這樣子嗎 對啊那你鼻涕不是這樣子嗎 然後我們還把他吸完鼻涕 開臉要回去 隔天就收到投訴單了 然後院方就說 醫生看病態度惡劣 我們晚上來掛急診 心情不好了 醫生還給我們臭臉看 然後我們學長看到這樣 對然後後來 我們學長看到 你看我們被投訴 後來主人講說 這怎麼回事呢 我們在講說怎麼怎麼 他說 我們主人講說這個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後來呢 然後我們的學長安慰說 劉醫師我現在小兒科還是不錯 你還是適合來當小兒科 不要因為這樣跑到別科去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那個主人講說 好啦 晚上看急診 沒什麼好臉事 我們也不會給別人好臉事 因為大家都很累 請各位醫師晚上看急診 一定要戴口罩 就看不出來了 對 你知道二十幾年前 那是大家有時候看 我們有很好的一個戴口罩習慣 可是現在大家都喜歡戴口罩 對 那個時候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我們那個小兒科講 大家都戴個口罩 而且更妙的是大家戴口罩 還是畫個笑臉 畫了他點個點這樣跳 所以我聽他就說 其實我們有時候很無奈 其實我們在如果晚上睡覺會鼻災 小朋友鼻災怎麼辦呢 其實你把小朋友頭墊高 用點溫毛巾熱毛巾 給他稍微按摩一下鼻子 有的時候他蒸氣進去之後 你的黏液會融化掉 再不行的話你看到鼻腔 你的小結痂 你拿那個棉花棒 用點那個生理水 沾一沾把它弄一弄 這個結痂掉了 氣就順了 有時候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另外外面 有些人賣也很簡易 那個吸鼻涕的 我覺得家人這樣可以背一點點 那當然白天如果說 晚上就是有問題的 趕快先去看門診 不要等他說塞 又來掛急診 醫生很困擾 因為我女兒之前生病 他會去看醫生 醫生會給他一個噴劑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睡前噴 他就比較不會比賽 必要的時候 對 必要的時候 我覺得還不錯 蠻好用的 真的 我問一下錢醫生 有的時候急診裡頭 閒雜人等跟家屬 真的很難處理 的確喔 因為我們知道急診 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他跟那個住院門診不一樣 他就是大家都可以走來走去 他沒辦法有很好的隱私 那有些家屬 有些是病款 有些是家屬的行為 真的是讓人家哭笑不得 就是讓你覺得又氣又好笑 我記得我有一次有個經驗 就是說急診有他摳我 那時候值班 就是有一個婆婆 他大概六十幾歲 他吐血 吐血來掛急診 那我的工作是去做緊急的胃鏡 去幫他止血 然後來到急診的時候 急診的醫師就是說 他現在很喘 他沒有照一個胸部也是光 我想說應該胸部也是光 要先看一下 因為做內視鏡之前 他如果肺已經有一點問題的話 還是提早知道比較好 我就站在那個胸部也是光前面 現在是電腦的 我就站在那邊看 看了一半就發現有個伯伯 就是靠著我 靠著我 他手這樣插著 然後在那邊一直點頭 我看他看得很認真 我就問他說 阿伯你是看有沒有 阿伯說看沒有 我說看沒有你在看什麼 他說沒有我好奇 你看你在看什麼東西 我說阿伯這是你家屬嗎 他說不是啊 我說不是你不是你 我說你還是要注重別的隱私 我這個是緊急事件 你在旁邊一點好不好 然後我就把它支開了 我就趕快去做胃鏡 做胃鏡 我們那是在重商區 那時候我們在做胃鏡的時候 我們那個布脸 也會把它拉起來 圍起來 然後那時候開始做胃鏡 真的 他那個婆婆裡面就是 胃裡面就出血 大量出血 我們就緊急在那邊止血 止血止血 就發現布脸有個頭冒進來 探頭探進來 又是剛剛那個阿伯 我就懶得理他 因為那時候我很緊急 我就趕快跟技術人說 你叫他走開 走開 就跟他講說阿伯 你不要再看了 你這個是影響別人 人家在做檢查 其實他這個心態 我們其實可以理解 因為其實就是 有些人真的是很好奇心很重 比如說像我們平常去修車 也是這樣 我們自己自己有這個經驗 去修車你看人家師傅 在那邊看來看去 我們頭也會看去去 那邊好像跟著人家看 我跟你講 你只要站在太陽底下 你這樣子往上看 一堆人就開始在旁邊往上看 就站在看什麼 有時候我們好奇心的確 有些人就說 他就覺得很專業 他想說加檢看看裡面在做什麼 可是有時候會影響 影響到整個醫療的進行 我覺得這樣還是不好 而且是隱私喔 這是別人在生病 你這樣看這個鬧真的很不好 對 後來我們就把它支開 後來檢查就做完 那就把它順利就止血 止血完 止血完之後我們就把那個家屬召集起來 我就跟家屬講 我剛剛做的情況 那時候就是跟他說這個婆婆她潰瘍很大 在出血 我剛剛用止血夾把那個血止住了 目前現在目前是沒有出血狀態 他就一個阿伯他又在出血 你這樣會嚴重 我就沒有想很多 我就只有這很難說 因為這個潰瘍比較大 然後這個我們是用止血夾 不過接下去還是要看接下去的生命真相 然後急診會再治療 可是我看那個阿伯就是剛剛那一個 混進來啦 混進來我說阿伯這是你是家屬嗎 因為我看其他的家屬也對著他看 就覺得他好像 當然他提的問題 大家其他家屬也想知道啦 就是這個嚴不嚴重 其他別的家屬就看他 我就想說 後來他就說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說我一個親戚也是 他就說我一個親家 是這樣出血 我去問看看 想想要參考一下 這真的對 他那真的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又氣又好笑啦 就是說 這真的是有時候人家醫療在進行 不要這樣子打擾別人 這次月經來特別奇怪 都只有一點點 他說 你確定你是月經來嗎 他說 不然你不相信 你驗驗看 一驗 pregnant positive 就是有懷孕 再趕快叫婦產科下來一看 子宮懷孕 那個酥軟板能破掉 我們婦產科的名言就是 絕對不要相信女人的月經 這個可能是李掌國的歌 對啊 真的 那問一下許醫師有的時候急診喔 因為很緊急也是要做出正確的判斷 沒錯 對 因為我們 有的時候遇到一些比較特別的病人 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常說的 不能從外觀來判斷一個人 那像剛剛假設啦 我相信如果他刺了 刺龍刺鳳你可能也不敢 也不代表說刺青就是壞人 我們遇過一個病人是這樣 大概三十多歲 三十五六歲一個男生 身上很多的刺青 然後跑來就說肚子很痛很痛 你可以 預想一個壯年的男生 然後 身體 體型也是非常壯碩 來幾乎是要躺在地上 就是趴在地上 然後抱著肚子說 他肚子真的很痛 然後掛急診 一個人來 然後半夜來 好 那當然來我們就趕快把他扶到床上 然後給他打點滴啊 然後趕快給他止痛 那但是當我們去促診他的肚子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怪怪的 就是這個肚子是 就是可觸摸的兔子 就是你一碰他就很痛 而且是我們講 Muscle guarding 就是他會一直保護著自己的肚子 然後用力 而且我叫他放鬆 他幾乎完全沒有辦法放鬆 好然後我們就先止痛 那止痛完一陣子 就打止痛藥打到非常強效的止痛藥 一陣子我再去扒處 然後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摸還是整個肚子都很痛 好那我就趕快立刻排這個電腦斷層 但旁邊我的跟我一起值班的護理師 可能就會覺得 這個看起來可能就像某一些來 當然我們也有的時候會遇到一些 假裝自己很痛 然後來希望我們給他用一些 特殊止痛藥的病人 是有這樣子的病人沒有錯 但是第一這個病人 我們沒有看過這個病人 因為其實一些特殊要求藥物的病人 我們是大概都略之一 我們會助劑 馬菲成癮可能吸毒成癮了對不對 有可能 或是他本來就對某一些止痛藥物是有 上癮 對 特殊的精神需求 好那這個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部分 但這個病人其實 在我看來 他痛得很誠懇 還可以叫痛得很誠懇 這個是我們專業的部分 你這樣不像眼的這樣 他真的很痛 然後但是旁邊的護理師就急急咬他說 徐醫師一半便 這個一定夾 但是我就覺得這個不對勁 我立刻就幫他排電腦斷層 對 就切出來 我們做顯影不顯影 不顯影的做出來 他就整個肚子都是氣 就是漏氣出來 然後我們在做顯影 一看他其實是胃的 遠端的地方有個小穿孔 他其實是胃穿孔 然後漏東西出來 所以他才這麼痛 所以他可能整個腹膜炎了嗎 是是是就是這樣子 胃穿孔 所以他是真痛 我們也趕快匯神外科 趕快去幫他排手 所以當醫生還要會看病人的表情 對 是真痛還是假痛 我覺得當醫生有的時候像偵探 就是說他告訴你一個症狀 可能是什麼 可是你要找到殺人兇手 對 那接下來雅昂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健康高鮮版的花雕雞 對 因為我們跑急診室回來之後 一定要補充補肌 就是要大口吃肉 那今天我們做的是高鮮版 然後比較簡易的 因為一般的花雕雞它都是帶骨 所以帶骨你要煮比較久 至少要20分鐘以上 那今天我們可以縮短帶 至少在10分鐘以內 就可以把它做完這道菜 對 所以我們先熱鍋熱油 對 那我今天準備的是去骨的雞腿 那我事先有先醃了一下 醃料有哪些 對 我用少許的花雕酒 然後胡椒 以及少許的糖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香油這樣子 好 就讓它這個花雕香入味一下 對 沒錯沒錯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 我就先不放油 因為雞本身皮的那個油脂很高 所以我直接就把它放下去煎 好 我們把雞皮這一面喔 對 先朝下 對 那今天其實還有一些配菜喔 對 沒錯 除了煎這個去骨的雞腿排之外 今天準備了芹菜 青椒 那蔥段 對 那今天還有這個蒜跟薑 對 那靈魂就是花雕酒 花雕酒 對 對 而且我覺得喔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整顆的大蒜 對 蒜頭在裡面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不要切片 一定要整顆 對 對 那花雕香其實是很下飯的 對 真的很下飯 南京老少都很受歡迎的 對 沒錯 那基本上花雕雞啊 它本身會有一點點的醬汁 所以這個醬汁呢 你如果把它煮到最後濃一點啊 你再加一點高湯 直接煮小火鍋 對 加一些火鍋料 蔬菜 你就有可以兩匙 對 那雅蘭本身好像也有掛急診的經驗 對 我自己第一次掛急診 我自己都覺得我好像癌症要死掉 因為我是突然在家裡 然後想說準備要洗澡之前 突然整個腹部很痛 然後痛到我站不起來 然後全身冒冷汗 然後我是蹲在地上好一點 然後我站起來整個會暈倒那種感覺 所以我老公也嚇到 他想說你到底是怎麼了 然後 而且我一直冒冷汗 我站都站不起來 是我老公把我抱起來 就新娘抱 抱起來 然後上那個車子 然後直接掛急診 然後掛急診 因為我也沒辦法走路 所以我老公就拿那個輪椅 趕快衝進去拿輪椅 然後出來推著我進去 然後我當時就想說完了 我會不會是癌症 因為我很容易長腫瘤 我身上大大小小的腫瘤都有 所以我就很害怕 然後一進去之後 我就跟醫生說 我真的痛到不行了 趕快抱我止痛 然後看是什麼原因 然後醫生表情就很冷的說 哪裡痛 我說我這裡全部都在痛 他說先照X光 好 肚子痛嘛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已經痛成這樣子 他還很冷冷說 你先照X光這樣 然後我就先去照X光 然後出來他就說 我跟你說 你就是滿肚子大便 所以你才會這麼痛 就是全部都是很冷 感覺他很有經驗 然後我就覺得好糗喔 他說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全部都堵塞了 這個全部都是你的便便 他說你要多吃纖維的東西啊 然後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他經驗太豐富了 所以醫生不能臉臭 我們會戴口罩 戴口罩 也不能笑啊 人家痛得要死 你還在那邊笑 對啊 是不是 是不是爽啊 我很痛耶 你還笑 對啊 很痛了 然後醫生還說 就是翻白眼 對 他講這個事情 我想的意思 我的侄子啊 小的時候 就是一歲多兩歲 在台灣來一段時間 然後晚上他就哭得不好 我說不得了 我說這個小孩子哭得不對 我們就去掛急診 掛了急診以後 就跟亞蘭一樣 醫生說他大便太多了 然後給他灌了個場 一千台幣 三十多年以前耶 我們說 哇 這個便好貴喔 好貴喔 一千塊台幣 對啊 好 然後我們在旁邊呢 我們把雞放到旁邊繼續煎 我在旁邊加一點麻油 然後我把我的薑放下去爆香 我們把薑跟蒜這個時候下去 讓它補香 那我就不起鍋另外開鍋 因為如果你是有骨頭的話 你可能鍋子容納不了 你可以先把雞拿起來 對 那如果 因為我今天是用簡易的方式 所以你就不用再洗鍋了 直接我們把薑爆香 然後這個 對 然後等一下蔥段 我們蔥段呢 我們先放白的部分 好 蔥白 對 蔥白讓它爆香之後 蔥綠的部分我們最後 好 對 那我們先爆香一下這個 一樣爆香 蒜頭也可以下去 對 蒜頭也一樣可以下去 嗯 蒜頭在吃的時候啊 它會是整顆 然後外面是綿的 裡面是帶一點脆的口感 這樣是最好吃的 好 對 所以整顆喜歡吃蒜頭的 觀眾朋友就可以大量的下去 對 就可以大量的下去 那蒜頭爆香之後 就會再來調味來燒它 對 沒錯 然後你知道我剛剛不是說 我這樣子的經驗完之後對不對 我想說 好像可能女生都會這樣子 然後我女兒在六歲的時候 跟我一模一樣的情況 我說這是會遺傳是不是 一模一樣也是掛急診 然後也是 也是肚子痛 對 也是腹部痛 然後也是滿肚子的便便 對 然後醫生說 小孩子也是這樣 他說灌腸 然後女兒在廁所裡面尖叫 因為小孩子忍不住 對 好可憐 所以平常的飲食跟生活習慣 對 其實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們一定要高鮮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它 下去拌炒 好 拌炒了之後呢 這個步驟很重要 我們先放冰糖 好 冰糖我們要讓它 放下去之後 先讓它焦化 對 焦化一來是它的甜度會釋放 二來是它會上色 就是冰糖它融化之後 會有一點焦糖色 對 香氣也會跑出來 好 所以冰糖比醬油早上 對 對 所以先上的是少量的冰糖 而且讓它焦化跟拌勻 對 拌勻 對 好 然後還是醬油 然後接下來我們是油膏 蠔油或蠔油 對 醬油膏或蠔油其實都可以 對 然後蠔油把它 炒香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花雕酒 好 對 那花雕把它嗆香 對 花雕把它嗆香 那如果家裡比較富裕一點 你可以全部都用花雕酒 就不要加酒了 好 那我會留一點點的花雕酒 最後的時候 我們要起鍋前再嗆一下 酒香味會更濃 好 對 其實現在那一個酒香 跟醬香 就整合 融合在一起了 對 沒錯 現在整鍋好香喔 就好香喔 醬是不是很開胃很下飯 對 然後我覺得它裡面的靈魂 我真的很喜歡加芹菜 芹菜跟那個青椒 非常的好吃 然後一定要脆 對 口感要脆 要保留它的脆度 所以這個醬是濃郁的 然後就要搭配一點脆 而且是有水分的這個青菜 沒錯 沒錯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好 我們會 像我在家裡 我自己會用一個小砂鍋 你家裡會玩到這樣 對 我會玩到這樣 就一定要像餐館一樣 好 然後一個小砂鍋 整個感覺在上三杯雞 對 沒錯 好 小砂鍋 好 然後呢 我把我的蔥段搬進去 好 因為去骨的雞腿 它本身就比較快熟 對 所以我們熟化了之後 我們最後放上我們的 芹菜 好 以及 青椒 而且芹菜跟青椒不要過度烹調 對 不要過度烹調 所以其實是要讓它稍微入味 跟稍微熟 對 沒錯 然後最後呢 加一點點的辣椒 對 辣椒這個只是提香 不會辣 那你上桌的時候 還要用砂鍋再上桌 對 沒錯 然後稍微拌一下 然後我們就把它進砂鍋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好 其實雅蘭這瓜辣雞 讓我想一個比較重口味的 急診室案例 那個是在我剛畢業的時候 是手機診室 我們剛畢業的手機診室 當然就是這樣 我們這樣須事 什麼可以知道接嘛 好 那我們後來就是 我們在就是應該 我們也要照排序 我們有一個減 能減三分類 我看到病人寫 這個有個男生是 寫個就是下面痛 什麼下面痛 然後後來很安安靜 跟他好像是女朋友 坐那個角落去 然後後來我們那個 學長說 劉醫師你先處理那個好了 然後我就把他請過來 他就扶著下面 就走到旁邊坐下來 我說 不是他要花雕劑 對對對 他沒講講 然後我說他什麼問題 他說他這樣很甜甜 就是下面痛 我說那你不方便 那我們就繼續 我把布幕拉起來 然後他女朋友在外面 結果打開之後 原來他這個陰莖 我們家有一個 因為他可能是包皮過腸 那第一次看到這個女朋友 出腸禁骨 就後來他裡面包皮 前面那個陰莖 攜帶斷掉 裂開了 那另外我們看 因為我裂大概有 大概一公分左右 那我跟學長過來說 這個要縫這樣子 那我們就看 那這個是密尿科要縫 還是急診 急診就可以縫了 急診初步就可以縫合了 好 我們就給他就是消毒一下 那我們當然學長 就我們一起把他縫合 縫合之後跟他講說 你還是要回密尿科追蹤 然後可能就後面要處理一下 包皮過腸的問題 後來就拿藥回去 過兩禮拜又來了 又在急診室 我看到又來了 又一樣 然後呢 因為他好像熟門熟路的人 看到我們就 你說你是上次那天 我說怎麼樣 又裂開了 我說又要縫 我不是說 你們回去可能要避開一段時間 要傷口癒合好 然後他裡面在旁邊 就是說好像蠻急的 就好像就果然又裂開了 一進去又縫第二次 然後我跟他講說 你這傷口 真的是這個包皮過腸問題 你要到密尿科去處理完 然後呢 千萬不要說處理完 或者說還沒處理完 有傷口 那你就勉強去做這方面的事情 那我說 我就跟他講 希望你不要再過來 那後來當然他們也再回來看了 就是我聽他就是說 有的時候在我們在 這些比較難以啟齒的急診案例來講 要注意一下 有時候要先意識衝動 否則的話又裂開傷口 又要再看醫生 很麻煩的事情 那我問一下這個徐醫師 遇到各式各樣的 肚子痛的案例 有的時候很難判斷 對 尤其是剛剛講男生嘛 女生每個月其實都會有月經 月經會驚痛 其實常有的事情 所以以前我們這個老師就告訴我們 在急診遇到女生說驚痛 你一定要先忘掉驚痛這個診斷 為什麼 因為驚痛其實很單純 止痛就可以解決 我們止痛藥其實 從低到高 你一定有辦法幫他止痛 這是小事 可是問題是假設他不是驚痛 所以我們的訓練告訴我們 你一定要先排除別的診斷 好所以 那我們就曾經遇過一個 他說 我就驚痛 痛的也是洗衣花 從門口就是坐輪椅推進來 然後腳 他的腳就這樣彎在輪椅上面 然後腹痛 痛到很不舒服的時候 你越全著 他其實越舒服 然後一直躺到床上 他都沒有辦法腳伸直 這個痛就痛得很奇怪了 好那一樣 我們就先幫他止痛啊 做一些檢查 發現這個血紅素比較低一點 那就再去問他說 那你這次月經來量很大嗎 還是說以前量都很大 沒有啊 這次月經來特別奇怪 都只有一點點耶 他說 你確定你是不是月經來嗎 他說 不然你不相信 你驗驗看啊 一驗 pregnant positive 就是有懷孕 再趕快叫負產科下一看 子宮懷孕 那個疏軟管整破掉了 所以他搞不好是子宮懷孕的出現 對 所以果然印證 老師說的話要聽啊 對 他來主宿說我驚痛 我們每次都驚痛 這次痛得比較厲害 所以要打子痛症 OK 打子痛症 但是我們還是要仔細問一下 這個來龍去脈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跟 就像常常有人說 我們像偵探 確實我們要小心 病人的主宿 有時候跟我們想要問到的那個 前後順序 有時候要特別要求 對 那這種經驗保證醫生一定更多 我們婦產科的名言就是 絕對不要相信你們的月經 我在講這個 你這個還是合理懷疑 因為還在生育年齡 我之前有一個也是半夜急診 又被叫 他說陳醫師 有一個女性 49歲女性 肚子痛 怪怪的 也不是很痛 可是怪怪的 我說女生肚子痛 49歲 你們急診要先篩檢啊 對不對 49歲 49歲 這個應該 而且搞不好都停經 他說對啊 問他停經半年多了 我說對啊 那你們先評估啊 可是我跟你講 他不太對 肚子很古耶 我覺得比較像人婦產科 你知道有時候吵的時候很累 因為我如果叫他先去做檢查 半小時一小時要被叫起來一次 我說好好 那送上來看 一看你肚子怪怪的 我就問說你月經多久沒來 半年前 我想49歲 48歲沒來很合理 對啊 但是他說他覺得他肚子 有越來越打他老公 一直懷疑他腫瘤 一直叫他去看 但是一直他害怕來看 今天實在是怪怪的 就很像吃壞肚子的感覺 結果一來超音波放上去 就看到一個小朋友 嗨 對 他沒生過孩子嗎 所以懷孕半年多 二十二三週 他也會踢啊幹嘛 他不知道 他以為停經 他以為停經 可是他沒有生過孩子嗎 他生過 他小孩二十幾歲 對啊 沒有 因為他以為停經 所以我就問他說 你以前胎都沒感覺 他說他以為是吃壞肚子 肚子怪怪的 如果是我會嚇死耶 對啊 所以知道又回去門診 半年多應該肚子很大 所以你超音波一照 就照到小朋友 對啊 可是因為他就一點點肉肉 不是那種很胖的 但是你就知道這個 你那個年齡 你只會覺得他變胖 所以老公也跟他說 你肚子有變來越大 你要去看婦產科 是不是長腫瘤 但是你知道老公都是出嘴巴 你知道嗎 所以他後來看 不過這個故事 可能大家就會想到後來怎樣 因為他四十九歲 真的年紀太大了 就二十二週而已 然後後來我知道是 他還是把它中止掉 很可惜 可是我們也勸不下去 因為四十九歲 要當阿嬤了 來生一個 而且四十九歲 可能風險也很大 對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也沒辦法勸 但是因為其實他了解 就好險 這時候我就說 那急診的警覺性還是夠 你看覺得 這鼓起來怪怪的 怪怪的 真的 因為你鼓到一定程度 它跟一般的肚子痛 還是長得不一樣 塞不太一樣 真的 謝謝保安醫師的分享 也謝謝我們今天 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 Marchi台健康好 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 跟下載 同時間我們的食譜健康的資訊 也都會放在LINE的 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 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